其實森林不是原本就應該存在的嗎 如果有一天我自己的家裡 就是忽然被人家以為平地 然後我自己都沒有 連生存的地方都沒有 那是什麼感覺 嗨 大家好 我是米娜愛妃 很榮幸這個機會可以合作 其實有些畫面還滿震撼的 一般的人 在家裡吃東西的時候比較難想像 就是你自己吃進去的食物是怎麼來的 就是過程是什麼 因為你看到的都只是成果 人類大量吃肉 導致肉食是被大家很需要的 所以商人就為了這個東西 他必須養更多的牛 然後養更多牛他就必須砍更多的森林 然後還要飼養那些讓 就是牲畜們吃的 比如說大豆啊什麼玉米之類的 會導致有人虛意的破壞森林 然後讓我們的環境變得很不OK 所以今天的那個動畫片 你彷彿看到了一些很震撼的過程 因為我現在有跟我先生就是住在山邊 住在大自然的環境裡面 你會覺得很平靜 森林裡面有很多的生物 你會感覺到一種 源源不絕的生命能量 然後這是跟都市是差很多的 而且其實森林不是原本就應該存在的嗎 為什麼我們要為了自己的利益去破壞原本地球就應該有的東西 有時候會很納悶這件事情 我想我們應該是要 把這個傷害做到最小 我覺得第一個是少吃肉 我們一起一三五多吃蔬食 盡量不要吃肉 其實植物性的蛋白質也是一個良好的蛋白質來源喔 然後第二個是把你覺得需要改變的事情分享給所有的朋友 然後第三個是如果你了解並且也關心 然後願意支持這整個地球的話 就支持一下森林專案 我覺得這目前是我們可以盡我們微薄的力量 然後集結成一個大大的力量 然後有朝一日讓地球變得更美好